欢迎两位 校友是吧 对对对 是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 是两个专业的 对 两个专业 同级吗 同级 同级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是说认识还是在一块 你自己界定吧 其实我和他是从大一就开始就认识了 当时因为在一个学校嘛 然后又同时都是在学生会一块做事 所以就认识了 然后至于在一块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 14年 前面那两年怎么就错过了的 没在一起 当时因为我刚入学嘛 不太会积极主动的去找女生 就开始可能只是有好感 然后他就被我们学生会一个 更高年级的师哥给追去了 那你那个时候对他的情愫是默默地关注着呢 心里有了呢 还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那时候就挺喜欢他的 因为当时有一次学生会我们办晚会嘛 当时我工作阵掉到一个那个夹缝缝隙里了 不太有够 然后当时他正好经过这边 然后他很主动的就是 他在地上帮我够出来 其实当时我觉得特别感动 所以就当时就有关注他 经常约他出来 因为当时他的一个室友是我的同乡 然后通过这层关系就经常约他出来 然后后来被学长追走之后 他有男朋友了嘛 就没有天天去追他去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到了大三你们又在一起了呢 当时的时候是他和他的前男友分手了 然后我看他每天沉浸在这种 是因为学长毕业吗 对对对 学长毕业了就分手了 对 然后我觉得特别心疼他 不想看他每天沉浸在这种伤心里面 所以当时我就想能让他开心一点 所以有时候每天会给他送一些早餐啊 带他出去玩逛街 当时也不是说一定就要走进他的心里 但是起码我想说 我想带他走出这个悲伤 没想到带他走出了悲伤 你们却陷入了爱里 是吧 对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咱们快开学那会儿 过完寒假 然后他说他行李特别多不太好拿 然后当时我就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 但是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那么辛苦 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坐 所以当时我就把寒假挣到的钱省了下来 然后和他买的机票 然后一块儿飞回学校 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些感动吧 然后咱们就在会儿 你家是安徽的 对对对 他家是广东的 对 你从安徽坐火车到了广东 对 然后一起坐飞机回学校 学校是哪里的 学校是江苏的 挺折腾的啊 你这算是绕了个大圈子 对 然后回去之后 可能开始那几个月相处的也不算特别好 因为他的前男友是他的初恋 然后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 就是刚失恋的时候 肯定或多或少的说 走不出自己失恋的阴影 所以他和我说了这个情况 我说没关系 那咱们既然在一块儿 其实我愿意再陪在你身边 然后只要能够让你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 其实我还是愿意等待的 所以说当时他会看他前男友的合照啊 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哭 我既然答应了说我愿意等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就是一直带他走出这个阴影 后来呢 受不了了 后来没有 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其实就突然对我也挺好的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说可能是不是他心里放开了 我觉得可能我日子熬到头了 我也蛮开心的 但后来其实我通过他的微博小号 我才知道 其实那是因为他前男友有了女朋友 所以他才开始对我好 我当时心里也觉得挺难受的 这有什么难受的吗 他对你好就行 但是对 其实我觉得但只要对我好 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一件事 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相处 我觉得爱情它有了希望 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但后来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他前男友回来又找他了 然后之后他就一直说 要和他前男友一样出国留学 考托福 就是以前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要出国留学这件事 就前段时间见完他前男友之后 偷偷见他前男友 然后他这段时间突然跟我说 他想考托福去出国 所以我觉得 我想说我出国并不是为了前男友 我就是想觉得自己的前途 因为大四了嘛 大四有很多选择 有可能就业 有可能考研 我当时的选择 包括跟家里人商量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 可能出国留学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出国留学 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就除了美国 我觉得适合咱们专业的学校 我觉得也挺多的 是学长去了美国是吧 对 就我觉得也挺多的 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美国 这个节目录了这么久 是第一次啊 就两个人来 一个人这么大段的独白 另外一个人就在那儿倾着 你心里有他吗姑娘 有的 其实有的 有啊 那反正毕业嘛 总是一个坎对吧 互相商量着 你是想出国 你想吗 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出国 因为从我自身发展来说 可能就是我的专业 可能也比较适合留在国内 哦 你是什么专业啊 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哦 你呢 我是学新闻呢 要去美国是吧 嗯 哦 要走了以后 未来的这个情感 你们怎么延续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 彼此都可以很独立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其实出国也不是说 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 我觉得可能出国 说白了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哦 我问问你啊 姑娘就是 你在跟他交往期间 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过交集吗 我不用交往这个词 我用交集 比如说 有没有见过面啊 有没有互动啊 聊天的互动啊 其实 有过 但是不是很多 哦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 啊 因为前段时间 他有一次 大半天找不着他人 然后打他电话也打不通 然后问他室友 室友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后来晚上 很晚才回来 然后 他告诉我说 他去帮朋友救场 去做一个什么事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那个学校证教处嘛 然后和那个老师聊天的时候 才无意中从老儿嘴里得知 他前男友回来 应该是拿出国的一些什么文件吧 哦 然后我才知道 他去见他的前男友去了 我当时不告诉你 不是偷偷去见他 因为我刚开始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跟你表明过 我可能在我心里 前男友一直有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见他 如果真的没什么的话 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和我说一声 不要欺骗我 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 但是你跟我说你不介意他 你不介意我心里有他 但是我可能会害怕 就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开心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前男友 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总之就是见前男友 却欺骗了他 就是没对他说实话 对吧 你怕伤害他 我觉得他心里不想 他不想放下 就如果说他真的是想放下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 你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好不好 就是我和他在一块 不是一年多了吗 但是他的微博小号 每一天都在更新 关于他前男友的东西 失恋一天啊 两天啊 失恋多少天 对我来说 他只是一个习惯 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去做的 我也没有想过 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发现 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 之前他前男友去北京工作的时候 他会结北京的天气截图 后来他前男友去了美国读书 他又会结美国的天气截图 这过生日的时候会说 祝他生日快乐 我跟他逛街的时候嘛 我看到他包里有张快递单 就是寄给他前男友的生日礼物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他前男友的生日 不是那个生日单 我得解释一下 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 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那个生日礼物 是我在跟他 就是分手之前就买好了 那个礼物 其实我也想过 就是转送给别人 或者说就把它扔掉 但是我也考虑过 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 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价值 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觉得扔了 其实也挺可惜的 然后我就寄过去给他 就像朋友之间一样 没有任何别的 你们在一起你过过生日吗 过过生日 但是他没怎么和我一块过 那他过过生日吗 他过过生日 你给他过了吗 给他过了 当时放暑假 我又专门跑到广州一次 其实那段时间真的还是相处挺好的 就自从他前男友回来 可能又开始对我特别冷漠 然后最近又做梦要是复复 我觉得其实你太个应前男友了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我心里没有你那么多去想着他 在我心里他有一个位置 但是对于我来说 他只是过去式了 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和将来 那既然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还要在微博上不停地更新他呢 咱们在一块已经一年多了 因为他就像我一个习惯一样 因为他是我初恋 可能很多事情就像写日记一样 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你愿意跟他一起去美国吗 其实我还没太想好 因为毕竟也不一定说 我想去就能去 其实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学业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他 但是他开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就因为前男友回来 就说要去美国 这个事太巧了 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事 我去美国留学 真的只是我个人的前途 为我个人的前途考虑 而且去美国是我跟我父母 我们坐下来讨论过 去美国学专业 进修一两年两三年 可能对于我将来回国以后 前途来说会更光明一些 只是这样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轮回嘛 前男友毕业的时候 说分手 两年以后 要毕业了 现在说分手的不是男友 是另外一个人 应该怎么办 听老师们的吧 求比特问卷 不许说你过去那点事了啊 我把真不说过去那点事 不许说了 对 我想问一下 你在微博小号上 还写你和前男友的 分手纪念日 是吧 你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 14年分的手 14年几月几号 14年8月底 8月26号 那你们俩是哪天签的手呢 2月28号 姑娘你不太记得 对吗 分手纪念日 记得清楚无比 牵手纪念日 不太记得 但男孩记得 然后我还想问一问题 就是前男友长什么样 前男友 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特别帅 但是我就觉得 他特别有才华 特别优秀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光芒万丈的那种 光芒万丈 他就像我人生的 一个灯塔 灯塔 那现男友呢 是什么 我觉得现男友就 对我挺好的 他也挺爱我的 就是我身边 所有的人都觉得 可能如果我这辈子 不跟他在一块 可能也再也不能遇到 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 其他身边的人 怎么认知不重要 你怎么认知最重要 前男友是灯塔 光芒万丈 现男友是什么呢 比喻一下 温开水吧 温开水 温开水 适口适口 温开水 温开水很健康 对吧 很健康 是这样 每个人在自己心中 初恋 都必定留有一定的位置 感谢 Augen 请不吝点给转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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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喜欢 但问题是人 总是喜欢仰望那些得不到的 忽视身边已有的 你口口声声说 对前男友的怀念 只是成为一种习惯 我一时半会儿 是走不出来的 我有这么跟他说 对就是你跟他这么说 显得很自私 不要说 如果你的前男友 是不喜欢的 喜欢就是不喜欢的 喜欢就是不喜欢 所以不要妄想取而代之 其实你从刚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了他的风险 当他跟你说 你想要代替我前男友内心中的分量 不是那么容易的 刹那之间 你的那种征服欲被挑战起来 我还不信呢 我还赢不过一个大洋彼岸的人吗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还要至以为之地坚持下去 你就跟着他去美国看一看 如果你看着他和他的前男友走了 可能你内心还找到了一点平衡 但是我认为是毫无意义 你在他心目当中并不是最珍贵的 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点现实 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半径上去 送一声祝福不要出来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或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太快 其实我觉得人要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当你前男友离开你的时候 你学会享受寂寞 它无机可乘 没有今天这一段 也许有 会更好 没这么纠结 当他的男朋友离开的时候 明明知道他还带着伤 为什么不再享受一段寂寞呢 非要在那个时候一定走进去 当我们学会享受那种情感上的寂寞 孤独 守点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等一段时间来得会更好 如果真的因此而分手了 希望你们都能守一段寂寞 迎接下一段的情感 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 付出这种东西 它不会丢人 你爱不爱我 就像喝水一样 它是能感觉得到的 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 可能别人看来 非常没有意义的事 但是我也觉得 有些东西 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 没有希望 感到了绝望的话 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 但是 我还是想在心里 把自己想的想明白 同时我也希望 你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告诉我 所以我不希望说 咱们俩一直 想着本来自己 不应该想的东西 我觉得 你让她说一句话呀 我想说可能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你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是个很好的人 但是我去美国 真的跟前男友没有关系 纯粹是为了我自己 请亮灯 哎呦 你听她说一句多好啊 哎呀 请回两位 大学里的爱情 毕业了就面临着 这样的抉择时刻 请关门 即使我想没有 那个前男友的存在 就是这样一对 女生现在说要去美国 我相信也会有这么一出 年轻嘛 总是要经历许多 让他们自己 好好的去沉淀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一看 这一对他们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